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今天要为各位查考的经文是 出埃及记的七章的第一到第十三节 题目是法老的心刚硬 出埃及记七章第一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 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 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 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 你的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 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 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 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歧视 但法老必不听你们 我要伸手重重的刑罚埃及 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 从埃及地领出来 我伸手攻击埃及 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 领出来的时候 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 摩西亚伦这样行 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 他们就照样行了 摩西亚伦与法老说话的时候 摩西八十岁 亚伦八十三岁 耶和华小域摩西亚伦说 法老若对你们说 你们行见其事吧 你就吩咐亚伦说 把杖丢在法老面前 使杖变成蛇 摩西亚伦进去见法老 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 亚伦把杖丢在法老和成仆面前 杖就变成蛇 于是法老招了博士和术士来 他们是埃及行法术的 也用邪术照样而行 他们个人丢下自己的杖 杖就变作蛇 但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 法老的心理刚硬 不肯听从摩西亚伦 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在这里我们要看到 神要施展一系列 对埃及地的打击 而之所以有一系列的打击 乃是因为法老的心刚硬 屡受不改 在之前我们说过了 神让摩西和亚伦去见法老 告诉他要让以色列的百姓 离开埃及地去敬拜神 但是法老可能连见都没见到 神给摩西所准备的神迹 也没有能够施展 而法老直接加重了 以色列人的苦意 随即就离开了 这一次神叫摩西和亚伦 去见法老 到了这次 恐怕才是真正的 见到法老的面 也在法老面前施行了神迹 我想主要的原因 还是因为以色列人抗命 并没有能够完成 增加给他们的苦意 到了这个时候 这个两人还敢来 回来见他 那就不是胡乱说说而已 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法老必须要解决 以色列人已经抗命了 那法老就必须要加以惩罚 如果令出不行 法老的命令 以色列人都不遵守 又没有任何的处罚和后果的话 那么法老的命令 以后还有谁会听呢 而如果法老 禁止对以色列人 加以处罚的话 那么他的以色列奴工 就要受到损伤 或者可能会着指判断 反抗也不一定 那么此时原来传话的那两人又回来了 那真的是可要接见一下 或者处罚的事 就可以琢磨在这两个乱传话的人身上就行了 但是这两个人又说是奉神的命而来的 那么到底是奉哪一个神的命令呢 这个神又有什么能力 在埃及这个禁鬼神的地方 那是一定要搞清楚的 这个时候法老也不敢造次 他就叫摩西和亚伦 行件骑士来瞧瞧 看看你们的神到底有什么厉害的地方 当然摩西就叫亚伦 将杖丢在地上 那个杖立刻就变成一条蛇 法老一看就说 哈 这个我们也会 于是就招了宫中的博士和术士出来 他们也可以将杖丢在地上变成蛇 但是我想他们的法术并不真 可能是用木块用线串起来 在家里操控而已 这反而给神所变出的蛇 一个展示能力的机会 于是亚伦所变出的蛇 就将他们所变出的蛇给吞吃了 这表示亚伦所变出的蛇 其真实性是远超过那些术士 所能够变出来的 不只是能够蠕动而已 还有口可以吞吃 法老在看过了这种差别之后 就明白了 摩西和亚伦是真的有一个神 作为他们的靠山 而不像己方的术士 只不过是玩弄一些法术而已 法老在见识过这个神迹之后 虽然是明白了摩西和亚伦的背后 是真的有神 但是这个神的能力到底有多大呢 会不会就是能够变几条真蛇这样子呢 如果这个神的能力 也就是在一个房间之内 那么埃及的福源广大 我又岂能够轻易被他们控制呢 在搞不清楚摩西和亚伦的虚实 或者是在搞清楚 到底这个神有多大的影响能力之前 法老也是不太敢造次的 他也不再敢更多的为难摩西和亚伦 就让摩西和亚伦离开了 但是他也没有遵守他俩所提出的要求 他的心很是刚硬 是神使法老的心刚硬的 有很多人搞不懂 为什么神要使法老的心刚硬呢 如果神能够改变法老的心意 那么使他的心变得很柔软 岂不是更好吗 我在这里不敢妄议神的原因 但是心里变刚硬之后 所做的决定和其果效 和心里柔软的心所做的决定 是会有很大的不同的 况且神已经将他所做的决定 包括要法老的心刚硬 已经告诉了摩西 神要如何重重地成治埃及呢 所需要的就是法老的心 必须是刚硬的才行 阿们